怎么样从源头上来控制自己的坏脾气呢 首先要学会审视一下自己怒火的废点 对吧 我们之前讲过什么叫做怒火的废点 如果你是一个怒火废点特别低的人 你很容易爆炸 可是为什么我们会条件反射式的爆发呢 就哪有一个父母是不爱自己的孩子的 但我们往往对小朋友特别的严厉 小朋友说谎 其实往往是因为他说了真话被惩罚 小朋友讨厌学习 往往是因为他做不好某一道题 就被大人指着脑门说 你怎么这么笨 对吧 小孩子不愿意出去表演或者参加社交 往往是因为父母曾经打击过他 说你看看人家多么大方 多主动 你看你门背后的霸王 我们反思一下 我们有没有曾经是那样一个猙獰的父母 是那样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大人 所以审视一下自己怒火的废点 是非常重要的事 尤其是不要随便对孩子发火 那我们就来看看哪些缺点 特别容易引发别人的怒火呢 总结一下 第一叫做愚蠢 愚蠢也是心灵混乱的一种表现 尤其是很多成年人的社交中 你常常发现 有一些人叫做兢兢业业办坏事 那他不是态度不好 他也不是故意想把这件事办杂 可他就是把局面弄得无法收拾 一团乱 然后等着你给他擦屁股 那怎么办呢 我们分析一下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书中就说 我们常常认为 如果做错事的人并不具备攻击性 或者也没有什么贪念 那么做错了事情就叫做 我没有办法的事情 那兢兢业业办坏事的人激怒了我们 那应该怎么对应呢 那书中就讲了 我们很理性的来想一下这件事 这时候的怒火啊 其实是两种逻辑的展现 哪两种呢 第一种叫做心情逻辑 它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这个犯错的人啊 它没什么攻击性 它也没有什么贪念 它就是能力不足 所以做错事呢 就叫做没办法的事 那这种重视内心的动机 而不问结果的思考方式 就叫做心情逻辑 那和他对应的是一种什么逻辑呢 叫做责任逻辑 责任逻辑指的是 即便你动机不坏 但是你的确造成了一个糟糕的结果呀 你导致了失败呀 导致了别人要为你擦屁股 做一堆的努力呀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应该受到惩罚 当我们了解了这个逻辑之后呢 我们就要想明白 如果你觉得对方做错了事 你要惩罚他 你冲他发脾气之后 那如果这是不可避免的 接下来你还得回复平静啊 怎么样让自己恢复平静呢 就是不要陷入到连锁反应里 那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体会啊 就是同样的一句话 别人都能说 但是你爸你妈就是不能说 他一说 你就活冒三丈 对吧 有人说这多大点事啊 可是为什么我们对最亲的人 会那么的不客气呢 那小吃龙之介就讲 说 我之所以会生气 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是觉得父母不尊重我 说你这个奇怪的道理 还去教育别人 但实际上深层原因是什么呢 是自己的软弱 也就是说潜意识里 他认为父母的否定 让他的存在受到了威胁 那为什么很多人都会和他一样 就是在父母否定的时候 就特别容易发脾气呢 他也给了一个答案 说作为一个普通人 谁也不喜欢被别人否定的感觉 尤其是这种否定来源于父母 原因是我们在幼小的时期啊 生存能力特别弱嘛 所以需要来自父母的保护 那生活方方面面 都是被父母支配的 所以一旦被父母否定 我们的生存立即就受到了 很大的威胁和挑战 长此以往 这种认知就会深深地 刻在我们的灵魂记忆里 这就是为什么说 父母在自己的孩子面前 一定要尽量克制自己的怒火 尤其是不能打孩子 原因是什么呢 你说一个小孩子 在他特别需要保护的时候 他受到了威胁 他会自动地躲到父母身边 这叫本能对吧 可是当他回到父母身边的时候 他遭到全盘的否定 那这个时候他该怎么办呢 那么这样长大的小孩 就会完全丧失掉安全感 所以即便我们长大成人 脱离了父母的支配 内心却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判断 认为如果被父母否定 那我们的生存就会受到极大的威胁 所以不管我们长到多少岁 我们建立了多么强大的社会关系 但只要从父母那里 听到否定的话 就会立即反应过度 所以小吃龙之介就说 当我们因为父母的几句话 就生气的时候 应该让自己认识到 生气背后所隐藏的 是自己对那瑟瑟发抖的 被父母束缚的内心世界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回到源头 去寻找生气的原因 只有弄清楚这些因果 我们才更容易得到快乐